卑鄙者事物量心 修事物設定 就教這四個 那每一個裡面就教眾生 我自己行十善 你們也來一起行十善法吧 不殺生 不脫道 不邪癮 不妄語 不兩舌 不餓口 不其餘 不貪 撐 吃邪賤 用這樣來勸導眾生 教化眾生 那這樣之下 眾生都在行十善 而且十善的功德太好了 那又能夠令眾生 你又行十善法 太好 稱讚你 所以在過去生的釋迦佛 他在過去世裡面 他是個帝士 他也曾經到人間來 勸眾生要修十善法 那常常也讚嘆慈悲喜捨 慈悲喜捨 事無量心 我們一起來修慈悲喜捨 事無量心 有人來阿修羅來罵我跟我打仗 我一樣對他修慈悲喜捨 事無量心 有一次跟阿修羅打仗打敗了大軍往森林裡面跑 跑到森林裡面的時候 看到這個樹有一個卵巢在上面 那裡面有好很多個鳥的卵 鳥的卵在裡面 我如果大軍過去地震動 那樹如果受到影響 那個鳥巢裡面的鳥蛋如果掉下來摔破了 那鳥就死了 那個蛋裡面的鳥沒辦法孵出來 那就殺生了 所以我不可以對做這種事情 我寧可被阿修羅打敗俘虜去 我也不要讓這個鳥受到驚嚇而死 所以這個時候的帝士就把車隊回過頭來 跟阿修羅面對面 阿修羅一看 這個帝士一定是有得到什麼幫助 一定有什麼埋伏 所以他這時候軍隊趕回過頭來 那我要趕快跑 阿修羅一受到驚嚇以後 跑了 然後帝士的軍隊就把他們俘虜過來 那帝士他講說 我因為一念的慈心 要救護這個鳥跟鳥巢裡面的蛋 所以能夠打敗阿修羅 那都是因為慈悲心的關係 佛陀跟我們講他過去生裡面就做了這個事情 所以他自己行慈善 行慈悲息者事無量心 又能夠勸眾生也能夠行慈善 行慈悲息者事無量心 又能夠讚嘆你看 慈悲息者事無量心 慈善法多好多好 又能夠讚嘆 你也這樣行慈悲息者事無量心 能夠行慈善太好了 所以在沒有佛的時代裡面 菩薩們是教眾生修這個 那如果眾生能夠修士禪 那很好啊 自己修士禪也能夠勸眾生修士禪 所以在沒有佛的時代裡面 過去是裡面的釋迦佛 也曾經做過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他在 攻進有修禪定的人的時候 一心共養 他在一心共養的時候 這個有修禪定真好 這時候請這些有德的人 有修禪的人 有修慈悲息者事無量心的人 都上去坐在我的寶座上面 我都一一的這樣供養 供養完這些有修定的人 有修事無量心的人 通通回去了 這時候我想 既然他們都是因為這樣 而接受我的供養 那我應當也自己 應當要升起對世禪 事無量心事無設定的恭敬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自己也來修事無量心 也修事禪 所以他這個轉輪聖王 就自己跟大家講 我這時候要進去裡面 修禪定 你們三個月都不要來找我 所以這個轉輪聖王 自己就進去裡面 三個月在那邊修 從慈無量心修悲無量心 再入喜無量心 再入捨無量心 從十杯喜捨 這樣入世無量心以後 又從初禪 再入二禪 再入三禪 再入四禪 這樣的修之下 三個月以後 那個玉女寶 就是這個天下最尊貴的皇后 玉女寶跟其他大臣都來見轉輪聖王 然後轉輪聖王跟這個玉女寶講 大妹啊 怎麼樣 那這個玉女寶這個王后一聽 你怎麼叫我大妹 我是你太太怎麼叫我大妹 何音何緣啊 很傷心啊 哭啊 你一定把我當成一般人 不再把我當成你的太太啊 那轉輪聖王就跟他說 你如果對我好的話 就不要讓我在玉界裡面 做這種玉界的事情啊 你應該成就我能夠 修慈悲稀捨 修世禪啊 那玉界裡面輪迴畢竟是苦的啊 要到社界無社界去才是快樂的啊 所以這個時候 玉女寶終於明白轉輪聖王的用意啊 所以成就轉輪聖王能夠這樣 能夠捨掉世間的慾望 能夠行慈悲稀捨跟世禪 所以當沒有佛羅斯佛菩薩 他是獻這個像 能夠行十善法 能夠修世禪 事無量心 能夠行世無色定 那也勸人家來行十善 世禪 世無量心 世無色定 也能夠讚嘆十善法能夠升天 也能夠讚嘆 世禪 能夠到社界 離開玉界 能夠讚嘆慈悲稀子 世無量心的功德 現世來世的功德 也能夠讚嘆 世無設定 以後能夠有大定義 能夠容易得解脫 這是菩薩裡面 在沒有佛的時代 教眾生做這件事情 那也讚嘆這個法 也讚嘆 你真的有修 慈善 世禪 事無量心 事無色定 太好了 那在有佛的時代 菩薩要教眾生修什麼 菩薩教眾生能夠行六波羅蜜 所以有佛的時代 菩薩教眾生行六波羅蜜 沒有佛魅度以後 我們像現在 我們要大家一起也來行六波羅蜜 行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忍入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長那波羅蜜 波羅蜜 行這六波羅蜜 那我自己行六波羅蜜 你也一起來行六波羅蜜好嗎 六波羅蜜的功德能夠成佛 太殊勝了 能夠救度一些眾生 救度我們現世的父母親 救度過去生的父母親 救度一些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能夠讓佛種相續不斷 少龍佛種發無上意 你看這樣多好 你看這個六波羅蜜的功德非常殊勝 我們這樣行的 我們去跟他鼓勵肯定讚嘆 大家都一起來 這樣不是非常非常的莊嚴殊勝 是啊 所以我們一起來吧 好 那 也能夠肯定自己行18空 波羅的18空 內空外空內外空 這樣內關 也能夠關外 關內關外 關內外 內外也是空 因內有外 因外有內 內 如果沒有外就沒有 沒有外也沒有內 所以內空外也空 那 有為 有為空 無為空 必經空 有為法 生住意滅 通通皆空 那無為法更是空 所以一切法皆空 空空大空第一空 空本身皆空 那十方一切如幻如畫 本來無一物 所以一切十方皆空 那第一意內盤即是空 那 閃空 性空 自向空 法空 不可得空 所以 有法空無法空 有法無法空 在這十八空裡面 我們了解到 一切皆空 那從這裡面 我們這樣關空的時候 也能夠勸人家來 關十八空 那關十八空 我們要站到十八空 能夠讓眾生從 有當中解脫出來 走出來又能夠 去利益眾生 行十八空 不著一切法 又能夠運用這些 如幻如畫的法 幫助一切有行眾生 離苦得樂 那又見到這個法的殊勝 又能夠讚嘆 你又在行十八空 太好了 不會著在這個有法上 也不會只取這個斷魅空 也不會只取在空法上 不可救藥 所以 自己能夠行十八空 又能夠讚嘆 勸人家行十八空 又能夠讚嘆這十八空 又能夠讚嘆 行十八空法的人 那這個時候 又能夠 自己行修思念促 又能夠 修思正寢 又能夠修 四如一族 五根五力氣 菩提分八正大 菩薩要自己修 修過思念促了 你看觀身 觀身的時候 這個身是三十六身分 地大 水大火大風大 地有二十身分 水大有十二身分 火大有四個身分 風大 有六個身分 加起來有四十二身分 如果只觀地大 二十火大 十二 就有三十二身分 這樣觀以後 沒有身可得 所以 又看到身 它是無常苦工 所以不可得 所以 四念促 裡面的身念促 受念促 心念俱 想念俱 菩薩還是要觀 只是菩薩是學空 觀空 但是不正空而已 所以菩薩要觀四念促 那四正琴 讓我們得不放逸之下 四正琴 所以二法通通不生起來 過去的二法通通熄滅了 善法 生起來 已經生起來 善法就趕快增長 所以布施 慈戒 禪定 四念促 四正琴 這個善法一直生起來 七絕之一直生起來 八正道一直生起來 就在四正琴裡面 這樣的善法增長 那五概的煩惱洗滅掉了 一切煩惱都洗滅 所以惡行也都洗滅掉了 所以四正琴也要修 四流一族能夠生起 四禪 四無量心 四無設定 這個四流一族也這樣生起 這樣修 五根 五立七一菩提 八正道就這樣 自己行 而且教人家這樣修 善七道品 善七道品 這個法太好了 你在修 太好了 讚嘆你 菩薩要 這個時候要勸眾生 這個法 菩薩也要能夠 自己也要能夠修 空三昧 無相三昧 無作三昧 也能夠 我們來修 空無我三昧吧 也能夠 無常 入無相三昧吧 也能夠 無作從苦裡面 入 不再緣起切法 無作三昧 入這個三昧 也能夠教眾生八倍者 也能夠教眾生九次地定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空無邊處定 四無邊處定 非想非想出定 到魅禁定 九次地定 一個一個這樣上來 所以菩薩自己能夠修三七道品 也能夠修三三昧 修八倍者 也能夠九次地定 一法接一法 一法接一法 這樣修 然後也能夠教人家 勸人家 這樣來修三七道品 三三昧 能夠教眾生八倍者 九次地定 這樣一直修上去 這個法太好了 三七道品能夠得解脫 四念柱 四正琴 四如意族 五根五力氣不定 能夠讓眾生得解脫 三三昧能夠讓我們導入到 升起定位 能夠開虐盤門 八倍者 能夠背離五欲 能夠捨 捨離欲界 捨離下界的 能夠往上 能夠漸漸得解脫 九次地定 從四禪八定 能夠到魅禁定 能夠正三果四果 這個法這麼好 你這樣在修 四念柱 四正琴 四如意族 五根五力氣不定分 你這樣在修三三昧 你這樣在修八倍者 你這樣在修九次地定 你這樣修行很真好 真好 這樣鼓勵肯定 菩薩這樣跟眾生鼓勵肯定 所以有這四種狀況 也要修 自己一定要在加工用行修 佛的實力 是乎所謂 是乎愛智 十八部共法 大慈大悲一切總治 佛又能夠這樣修 菩薩要修佛的這些功德 那我們一起來修佛的實力 是乎所謂 是乎愛智 十八部共法 大慈大悲一切總治 這樣功德 你看佛的功德 如果圓滿成就的時候 就能夠真正利益眾生 救度一些友情眾生 讚嘆這個法 那你有在修了 你有在行這個法 你太好了 以後一定成佛 救度眾生 菩薩為眾生說法 自己行 能夠勸人家行 又能夠讚嘆這個法 能夠讚嘆有在修這個法的人 那菩薩又能夠自己觀十二因緣 順觀十二因緣 逆觀十二因緣 順觀十二因緣 順生死流 逆觀十二因緣 逆生死流的這樣觀法 為什麼會這麼勞死 勞死實在很苦 勞死的因是什麼 原來是生是勞死的因 因為有生所以有勞死 那生的因緣是什麼 生的因緣是因為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 那因為有業 所以有生 投生在六道裡面 投生在六道一定有老病死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業有 因為有取 為什麼會有取 因為有愛 為什麼會有愛 因為有受 為什麼會有受 因為有處 為什麼會有處 因為有六路 為什麼會有六路 因為有名色 為什麼會有名色 因為有事 為什麼會有事 因為有行 為什麼會有行 因為有無明 因為有無明 所以有行 因為行 而有事 因事而有名色 因名色而有六路 因六路而有處 因處而有受 因受而有愛 因愛而取 因取而有益有 因有 因有而有生老病死 有被苦惱 哇 這樣生死輪為可怕 菩薩這樣在順觀生死流的時候 順觀十二因緣的時候 再來他要逆觀 那這樣的話 老死有被苦惱 這段苦 不行 不可以再有老死有被苦惱 那我已經知道順生死流的因果關係 那這樣 果要滅因就要滅 因滅果就滅 所以老死有被苦惱滅的話 必須要因滅 就是生要滅 生滅老死有被苦惱就滅 那生要滅 生滅老死有被苦惱 他的因 業有 育有色有無色有 這三有就要滅 所以有滅生就滅 生滅老死有被苦惱中滅 就不再輪迴了 那有要滅取就要滅 取滅有滅 有滅生滅 生滅老死有被苦惱中滅 那取要滅愛就要滅 愛滅這個時候取就滅 取滅有就滅 有滅生就滅 生滅老死有被苦惱中滅 那愛要滅 受要先滅 受滅 觸要滅 觸要滅 六路要滅 六路要滅 明色要滅 明色要滅 四要滅 四要滅 行要滅 行要滅 五明一滅 行就滅 行滅 四妹 四妹 明色滅 明色滅 六路滅 粗滅 受滅 受滅 愛滅 愛滅 取滅 取滅 有滅 有滅 生滅 老死有被苦惱中滅 所以五明一滅 一切煩惱通通滅 一切的生死輪违的通通滅 順觀生死流 逆觀生死流 這樣 菩薩這樣在觀的時候 裡面當中你發現 沒有一樣東西能夠自我做主 沒有一樣東西能夠自我控制 所以裡面沒有我沒有人 這個時候菩薩順觀生死流 逆觀生死流 這個時候 他也勸眾生 我們來觀奢因緣 順觀生死流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裡面生死輪迴 也教眾生觀 怎麼樣逆生死流 怎麼樣解脫出來 而不會在生死流中 這樣打轉轉不出來 原來生死輪迴有這一回事情 那一定有解脫這件事情 所以自己觀過也教別人這樣觀 也跟大家講 十二因緣甚深為妙 太殊勝了 這個十二因緣法太殊勝了 原來有順生死流 也有逆生死流 你有這樣觀的太好 你也這樣如實的這樣逆生死流了 太好了 就這樣 自己行逆觀 順觀生死因緣 勸人家也能夠這樣觀 讚嘆十二因緣法 也能夠讚嘆有行十二因緣法的人 所以菩薩在這個地方是這樣做的 那菩薩也能夠自己觀世生地 也能夠勸人家觀世生地 菩薩讚嘆四生地 也能夠勸人家行 世生地以後讚嘆他也在行 那在這個世間裡面 有生苦、勞苦、病苦、死苦的 還有愛別離苦、怨真慰苦 求不得苦、五陰至聖苦 這個苦勝地 也能夠知道苦是因為無明、煩惱、造業 所以才有這些有違法一切的苦 如果無明、煩惱滅了沒有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真慰、求不得、五陰至聖苦 那不是最快樂嗎 那這樣的話來行 霸生道、善心道病 那這樣的話就得解脫 那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菩薩在這樣思維觀察的時候 這樣勸人家也能夠觀世生地 能夠希望知苦、離苦、知己、斷己 知魅、正魅、知道、修道 你看這個世生地的法多好 你有在修世生地 太好太好了 那菩薩自己能夠生起身文的智慧 能夠學空、觀空 但是菩薩沒有正到生文、批之佛的這種智慧裡面去 菩薩在這樣所形裡面 他這樣確實的抓住這個原理原則以後 根本他學空、觀空 但是沒有正空 因為在還沒有得無聲發言之前 他是不正的 那勸別人 勸別人 你是生文的根性 你是批之佛的根性 你就教你正 生文批之佛阿羅漢 那勸人家 這個法這麼好 生文批之佛 他們都解脫了 不再輪迴很好很好 所以勸人家能夠行 勸人家有這個法 又能夠這樣行 讚嘆你 這是菩薩他會勸眾生 只是自己不正而已 那 有這個果位 有生文批之佛的這個道跟智慧 教人家得 那有菩提心的 菩提阿紐多爾山馬三菩提的根性 教你從這個過程裡面這樣 一起一起這樣過來過來 然後入菩薩位 越過生文批之佛的果位 然後進入菩薩的果位 自己 菩薩是自己入菩薩的位 而勸人家 也能夠修菩薩行 正到菩薩的果位 然後講菩薩法多好 然後你有在行菩薩法 太好了讚嘆你 有這個入菩薩果位 那菩薩自己能夠進佛國土成就眾生 也能夠勸大家 我們一起來 入菩法人 進佛國土成就一切眾生吧 你看這個進佛國土成就一切眾生 他以後能夠成佛 能夠轉法人度眾生 這麼好 你又在行這個法 太好了讚嘆你 菩薩他做這個事情 這時候菩薩 從這個德物生發展以後 起了菩薩神通 看起來是五神通 實質上又是六神通 菩薩的菩薩神通裡面能夠有 宿命通 又能夠有天眼通 能夠有天耳通 能夠有他心通 能夠有神族通 能夠死放世界 利益眾生 又能夠實質上有六神通 後進通 這時候能夠教導一些眾生 能夠救進了利益眾生 這是菩薩 這樣的時候又能夠 勸人家來修菩薩行 能夠起菩薩神通 又能夠讚嘆菩薩神通法 又能夠你有在修菩薩神通法 這個以後大生菩薩 太好了讚嘆你 又能夠自己能夠修實力 事物所謂 事物愛之十八不共法以後 生起一切種子 又能夠行 這個你也來生起一切種子 讚嘆一切種子以後 得佛的根本智 也能夠得佛的厚德智 也能夠得佛的無分別 又能夠緣起戒法的一切種子 讚嘆這一切種子也能夠讚嘆 有在修這一切種子的行者 這時候能夠斷了一切煩惱習氣 成佛的時候斷了一切煩惱習氣 自己能夠斷一切煩惱習氣 也能夠勸眾生也能夠斷一切煩惱習近的佛 你看阿羅漢都還有習氣 那P之佛也有少分的習氣 那佛沒有這些習氣的 所以沒有習氣這個法 不會讓東西起煩惱 你有成就這個佛的斷煩惱習氣的這個法 太好了太殊勝了 讚嘆你 又能夠自己能夠捨受成就 佛具有能夠轉福德為壽命 也能夠轉壽命為福德的這種 福跟壽這個能夠互換 那菩薩能夠自己能夠成就 福跟壽能夠互換 也能夠教人家怎麼樣福跟壽互換 那福跟壽能夠互換 能夠把壽命轉換為福德 能夠利益無量無變的眾生 這個法 能夠有這個法的能夠成就的人 這個功德很大 所以菩薩在這個地方他能夠 自己行壽命能夠捨受成就 又能夠勸人家捨受成就 又能夠讚嘆捨受成就 又能夠讚嘆捨受成就法 又能夠歡喜讚嘆能夠捨受成就的人 那菩薩能夠成就法住 另一切法能夠成就在這個世間 能夠相續不絕 能夠讓正法流傳下來 那勸人家能夠正法流傳 也能夠讚嘆正法住在這個世間 也能夠願意成就 阿妞多德三百三百三百五十正法久住的人 這個是有22個法 是菩薩在這個裡面 他要教要讓眾生能夠學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發現菩薩所學的是非常廣 不只是從實戰到一切種子而已 不只是六婆羅蜜而已 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菩薩法 這是佛的無上法裡面 在陰地裡面所學的 那所以聲文阿羅漢 僻子佛所懂的菩薩通通會 到菩薩成佛的時候 就能夠教一切種子 能夠正阿羅漢僻僻子佛 也能夠正成佛 所以你可見菩薩所學 是無量無邊的寬廣 那從這裡面了解以後 你會再進一步看看 菩薩大師莊眼裡面 他要辦什麼事情 非常重要的 教要眾生大師莊眼裡面 要行六婆羅蜜 那行六婆羅蜜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菩薩以不住法 住波羅蜜中 那菩薩以不住法住波羅蜜中 那菩薩以不住法住波羅蜜中 又要去行六婆羅蜜 這才是厲害 然後六婆羅蜜裡面 要具足 應當具足 坦那波羅蜜 那坦那波羅蜜裡面 是什麼因緣條件 要三倫體空 失者不可得 受者也不可得 財務也不可得 這三個都不可得之下 才能夠叫做聚足 坦那波羅蜜 那第二個 菩薩以不住法住波羅蜜當中 要能夠應聚足施羅波羅蜜 那罪跟不罪不可得 不罪就是福 罪不罪也不可得 那第三個 以不住法住波羅蜜當中 應聚足 禪那 燦體波羅蜜 那燦體波羅蜜當中 心是不動的 那第四個 菩薩以不住法住波羅蜜當中 應聚足 屁離也波羅蜜 要身心精盡不懈怠 第五個 以不住法住波羅蜜當中 應聚足禪我波羅蜜 要不亂不畏 第六個 以不住法住波羅蜜當中 應聚足波羅蜜 它 與一切法不染酌 那在這裡面就有很深很深的意義 好 什麼叫做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一切法當中皆空 十項當中是皆空 都不可得 那不住法住波羅蜜 這裡面就很深的意義 那既然一切法皆空不可得 那不染酌一切法 那這樣還有什麼可做的事情呢 也就是一切法皆空 一切法皆空當然應該是無所染酌 但是菩薩跟 身穩阿羅漢屁之佛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裡 在我們為什麼一剛開始要講發菩提心 我們記得發菩提心裡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菩薩的用心處在為一切眾生對不對 所以菩薩是大悲心裡於一切眾生中 是靈敏於一切眾生中的 所以雖然一切法皆空 但是菩薩知道眾生是染酌在這些虛妄法當中 都當真實 眾生在虛妄法裡面當真實 所以把它認為實有處處去愛染去執著 那在為五欲執著 為自我的見解的這種執著之下 是對立鬥爭的 你真我奪 那這樣的眾生菩薩是靈敏眾生的 為了讓眾生從這種苦惱裡面解脫出來 菩薩已經知道一切法皆空不可得 但是眾生不知道一切法皆空 所以為了讓眾生從這裡面解脫出來 所以菩薩發了大悲心 發了菩提願 我要讓眾生能夠從三聖法裡面渡透出來 所以菩薩發這個心以後 用什麼 用精進婆羅蜜的力量 要讓眾生從這裡面苦惱出離 這時候的菩薩雖然知道一切法皆空不可得 一切法皆是不生不滅 的十項當中 的這種空性當中 又能夠去行六波羅蜜 行布施波羅蜜 慈戒波羅蜜 忍入波羅蜜 金進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波羅蜜 行這六個波羅蜜 而且要具足喔 這樣的菩薩是不是非常的殊勝啊 非常的偉大 所以才叫做以不住法住波羅蜜 那你有發現 在行布施的時候 在慈戒的時候 在忍入的時候 在精進的時候 在禪定的時候 這時候都要能夠不住一切法 因為行布施慈戒忍入 精進禪定 這裡面都是算有為的 都是生聖妹妹的 在生聖妹妹當中 如果住在這個有為法上面 把他當真實的菩薩 也都會敗壞了 他還能叫菩薩嗎 他不能叫菩薩了 叫敗壞 因為有染著在這個有為法上面 所以菩薩 他必須要能夠不住這一切法 又不住一切法 又能夠大悲一切友情 要令眾生能夠從這些解脫出來 所以他發大心 要靈敏一些眾生 所以他自己本身要行六波羅蜜 具足度眾生離苦得樂 這裡面精進的行六波羅蜜 又能夠自己能夠知道住法實相 在這個六波羅蜜裡面 菩薩 既然講到六波羅蜜 什麼叫做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度彼岸的意思 那什麼是此岸 什麼是彼岸 有彼岸就此岸 此跟彼是相對法 那這個岸跟那個岸 那個岸是清涼解脫自在的 這個岸是煩惱痛苦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岸 是不是很多貪生之慢疑 很多煩惱 這個岸是不是生老病死 這叫此岸 這個岸好像火在燒 那一方面是有心裡面的 貪生之的三毒煩惱 另一方面就是五常的火在燒 三毒的火跟五常的火在燒 五常的火像生老病死種種 又被苦惱這個叫做無常火 那貪生之慢疑這個叫做三毒火在燒 所以我們在這個五運世間 三界火宅這樣燒得很苦很苦 那什麼叫做彼岸 彼岸就是沒有煩惱的地方 彼岸就是不再有這個五運身心的地方 叫做彼岸 所以那個地方是清涼解脫自在的地方 如果用世間的形容叫做這一岸 像森林大火在燒 另一岸雖然是有森林 但是沒有火在燒 森林的樹很濃密的 那在那個樹林之下的眾生 是很清涼很自在 悠有自在可以到處玩了 要有水有水喝 要有草有草吃 要有果實有果實吃 太陽照射不會照射到我這個底下 我在那邊很舒服很安穩的 這個叫做對岸 所以我們做個菩薩 能夠讓眾生從這個熱腦火在燒的森林 三界火宅裡面這樣渡到對岸去 讓他得清涼自在的話 那這個菩薩自己也渡了 而且幫眾生渡了 這個菩薩才是真正的菩薩 所以菩薩自己能夠這樣做 也能夠幫眾生能夠做到這一件 離苦得樂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講到那個路橋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深深的感受到 那路事實上就是做這件事情 路他住在這個森林裡面 森林火在燒 那路看到森林倒火在燒起來的時候 他想說我自己可以跨過對岸到清涼彼岸去 但是這一岸我的同伴都在裡面燒死 那這樣於心不忍 所以這隻路他就跟大家講 我的身體能夠跨過對岸 你們就從我的身體走過去吧 趕快跑過去到對岸去 所以大家所有的動物通通 從蒼蒼煌煌煌的跑過去對岸去 得到清涼 後來路已經身體制止不住 要掉到河流去 後來才有一隻兔子蒼蒼煌煌的這樣跑上來 那路就撐著最後一點力量 讓這隻兔子這樣過了他的身體 到對岸去得到清涼自在 這時候的路才從河流上面 掉到河流讓水沖走 佛陀講這隻路就是我的過去生 我的過去生就是這樣在度眾生 到這一生須把陀螺最後還是來見我 讓我得度 他就是以前那隻兔子 菩薩所行就是要這樣讓眾生能夠 從因地行六婆羅蜜 讓眾生能夠慢慢度過彼岸 自己也能夠度過彼岸 所以我們一起來 大肆莊嚴你我同行 一起來做度彼岸的這隻路橋 路以身為橋叫Deal Bridge 願大家一起來成就 阿六多爾三門三部體大肆莊嚴你我同行吧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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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